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遙望 我是郭重倫 美國國務卿蓬佩歐 在7號到了平壤訪問 這一次的訪問據說收穫很大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的主任 董世錡 董先生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世錡兄你好 主持人好 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看到這一次蓬佩歐去平壤 因為他上一次據說沒有見到金正恩 然後原來在8月要去的時候 原來這一次也取消了 這一次見了金正恩 跟他談了很久 還一起吃飯 可是這裡面的問題 雙方是不是已經達到了 一個逐步接近的程度 還是你覺得結構性的 這些矛盾的東西還是在的 是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會面 當然從7月到現在大概快3個月的時間 總算能夠這樣碰面 而且這個碰面好像也帶來一個不錯的結果 那預示著接下來的所謂的二次的川經會 很有可能會舉行 那這個舉行的時間 那也很有可能 也就是在這一個美國期中選舉之後 或是說在那一段時間左右會舉行 那從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說雙方對於這個進展上面 就是兩方針對於無核化 還有針對於這個安全的保障的議題上面 各有獲得各自所想要得到的東西 但是陳如主持人剛剛所提到的 結構性的問題其實是並沒有解決的 我們可以看到說北韓他所想要的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解除 聯合國的經濟制裁 並且獲得體制上的承認 獲得到美國的外交的關係 但是美方所希望的是能夠徹底的無核化 或者是說可檢證的 最終可檢證的無核化的完成的實現 然後並且呢 確保這個北韓不會有再用這個盒子 武力或是導彈的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但是這雙方呢 雖然戰略的目標都一樣 但是在推動的過程之中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順利 那主要原因就在於說 對於北韓來講是不大可能這麼輕易的 把他手上所有的這個盒子的清單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能力 技術的能力 完全在一次的就把它展現出來 所以我在想說這一次的這個會晤呢 當然是為了要推動下一次的 這個川晶這個領導人的會面 那當然呢 他的具體的成果上面呢 好像是往前面走了一步 但要離雙方各自所想要達到的目標 還有一段距離 我們知道原來8月底 蓬佩歐要去 後來臨時取消 後來之所以能夠 還是能夠進展 跟文在寅總統到了北韓訪問 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現在目前 南韓在這個美國跟朝鮮的接觸裡面 他發揮了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作用 那我們聽說這個文在寅總統也提出一些 比如說他似乎在建議說 美國可以先發表一個中戰的一個宣言 和平宣言 然後北韓這邊做了他的無核化 然後最後大家再一起簽署這個和平協定 用這樣子你走一步我走一步的方式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現在這個南韓的作用又在哪裡 是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美朝之間 針對著無核化的議題在討論的同時 事實上文在寅總統 南韓這個部分發揮了非常大的功用作用 那他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呢 在這一個美朝雙方 在沒有辦法繼續再往前推動的同時 文在寅總統他希望用韓國的力量 南韓的力量 首先先拉著北韓來做一些討論 而這個討論的同時 又把這個成果以及過程 跟美方這邊有一個徹底的溝通 那其實不只美方 對於日方和中方都有一些討論 那在過程之中 讓周邊國家了解這一個 南北韓之間的關係的進展的同時 又希望能夠拉動這個北韓跟美國之間 能夠有進一步的討論 所以從這樣子一個策略和戰略來看的話 南韓他是希望能夠在這個 這個韓半島議題上面 他希望不只是中間人而已 他還有一點類似像是一個擔保者 那他在中間有一個做保的一個作用 他跟美國保證他可以拉著北韓往前 又跟北韓保證說 美國不會一下子做出一個比較傷害性 或是決定性致命的決定 這樣的中間作用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作用的話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個南北韓半島的事物上面 原本南韓是被邊緣化的 那特別是在2017年的時候 那2017年的時候 各邊的大國就各自的 對發揮自己對於這個北韓的影響力 而南韓在中間幾乎 基本上是都沒有辦法發生 那所以說在目前的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南韓他希望能夠具體的介入 韓半島的事物之中 同時希望在韓半島的未來將來有變化的時候 南韓不要在中間缺席 這個是南韓首要的一個目標 而我們也看到說在美國跟北韓 他們雙方都沒有辦法達成他們的這一個 互相之間並沒有一個交集的同時 那南韓就起了一個作用 他先拉著這個北韓 然後再順著這個事來說服這個美國 那像剛剛有提到這個不管是和平協議 或者是所謂的中戰的協議宣言 那不管是怎麼樣 那他都提出了很多的方法 那南韓想要做的事情只有一個 就是希望讓這件事情 不要因為在某一個部分 產生了一個死結 然後雙方沒辦法推動下去 那南韓一直想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去推動去促進 並且呢帶動這個北韓跟他談的這個興趣 並且拉著北韓能夠跟美國來討論 所以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簡單來講 是說美國跟北韓之間是沒有互信的 那現在南韓的角色 就是讓美國跟南韓之間有互信 然後南韓跟北韓之間有互信 用這樣的方法間接來產生 美國跟北韓之間的信任感嗎 是不是這樣說 是的 我們某種程度上面 我非常同意主持人這種說法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外媒 或是說這一個評論家都在討論 現在金正恩的這一個談判的策略 事實上有點像毛澤東 又有像史達林過去的這種談判 就先跟你說我要和平 然後去要你要的東西之後 最後可能會輕易的就打破 那但是為什麼現在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大家對於這一個金正恩 不夠了解的狀況之下 還能夠持續推動呢 我想南韓在中間也是扮演 一個很積極而且很重要的角色 那當文在寅跟這一個金正恩的 這個三次會面 而且每一次會面都有一些具體的成果 這個具體的成果不是只是 只有宣誓說要做什麼 而是有實質的一些推動 儘管這些實質的推動是很細微的 一些行政上的推動 但是都比過去只是一個口頭上面互相的承諾來講 還要更進了一步 那所以從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說 北韓跟南韓的信任 金正恩對於文在寅的信任 以及文在寅不斷的努力的去獲得 美國的信任 讓美國和北韓繼續可以往前前進 那當然當美國跟北韓 他們彼此之間的設定的目標 不同的時候 就極有可能發生像在八月的時候 見不到人 或者是說沒有辦法繼續推動下去的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這個現在韓半島的局勢中 南韓特別是文在寅總統的確扮演 一個滿重要的角色 我們知道現在龐佩奧離開了平壤以後 他直接飛到了首爾 然後他跟文在寅總統已經在談 他出來也講說 現在美國已經要開始籌備 第二次川普跟金正恩的高峰會 我比較好奇是這一次的高峰會 你覺得第一個地點會是選擇在美國 或者是在北韓嗎 還是跟上次一樣會有一個第三地 也許仍然在新加坡也許有人講 維也納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 除了兩個國家的元首參加 這一次文在寅會不會參與 因為上次有說 如果能夠達成大家宣布 這個和平宣言的話 也許南韓就臨時加入 你覺得呢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和平的宣言或是和平的協議 那當然和平協議會有點遠 那可能宣言會是首要的 那如果和平宣言是能夠達成的話 那當然相當的當事國 或者是說這個受到影響的這個各個國家 或許都會有必要參加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文在寅的加入就是有它的必要性與正當性 那當然還要再看說 從現在開始到真的促成川經會這個過程之中 是不是能夠觸及到這一個問題 那這要觸及到這個問題 事實上還是要解決的就是說 那如果說美國願意拿這個東西來換的話 北韓會拿什麼東西來換 那美國呢 對於北韓所提出來的東西 最有興趣的 最感興趣 而且唯一想要要求的 當然就是這個盒子的清單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詳盡的 可驗證的清單之後 那接下來才能夠具體的 去進行這個無核化的過程 這是美方的思維 所以北韓在這一次的過程之中 是不是能夠把他現在所有的這個盒子的清單 或者是說他願意公佈的這個部分呢 用一個比較有系統性的 能夠跟美方來揭露 它會影響到這一次的地點 參與的人以及討論的議題和成果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在目前的這個國際政治呢 事實上其實也非常受到 這個國內政治的影響 那也就是說對於川普來講 對於不管有沒有成果 一定會要推動這一次的會面 因為推動會面的同時 他才能向他國內民眾展現出 他在處理這類的議題上面有所成果 那所以說這個會面呢 我想是應該會進行 應該會推動 只是他是不是能夠達到 這一個雙方各自滿意呢 我覺得還要再看一下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第一次川經會的時候 大家期待都很高 然後都希望說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沒想到最後出來 就是一個發表的共同聲明 那甚至連宣言都不是 那用這樣的形式 但是雙方也各自獲得了自己在國內上面的 所需要的這個條件的東西了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呢 如果說會面的時間點是已經確定 而且應該在年內會進行的話 那其實就是在這一兩個月的時間之內 雙方針對於無核化的討論能有多少的進展 那如果說進展的很多的話 那甚至是也有可能到美國去 進展到美國去也變成有可能 那如果說進展不是很高的話 那在第三地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那只要有進展性比較有突破進展的話 不是在平壤 要不然就是在美國的某個地方 這樣的話會更有意義 我要特別問你就是關於核清單的問題 老實說如果我是北韓 我當然希望說我透露出來的 或者是將來要銷毀的 仍然不會影響到我最後能夠有的核實力 對不對 就是說我雖然交出去 但交出去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仍然能夠留有核實力 也許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用 但是這個是對我來講是一個保險 那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我一定要你全部交出來 那現在就是雙方而語我詐 美國他能不能夠知道 北韓還有沒有哪些東西沒有交出來 那有沒有可能 美國也就滿意了 北韓現在交出來的清單 而就反正我們外界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能力 大家就是就到這個階段我們就再繼續走下去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核子的這個液體裡面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它並不是說你只把手中的東西都交出來之後 然後好像就已經可以完全的去核或廢核 那主要還包括它的技術 還要包括它的原料來源 還要包括說它是不是有再重複 能夠製作這些東西的儀器技術 甚至甚至我打得差 有一段時間 甚至美國會要求把所有北韓的科學家 要能夠移居境外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當然是斬草除根 可是北韓怎麼能接受這樣的情況 當然北韓是沒辦法接受這樣的狀況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為什麼還是需要這樣的複雜的程序 或者是說要有這樣的步驟呢 那其實美方或者是說 這一個對於原子核子管制的 這樣的一個一派的想法 其實最主要一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讓這一個外界 能夠進去來做檢驗核實 那可是對於北韓來講 這是他們的命脈所在之地 所以他們很難去同意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自己個人的觀察 我認為這是一個跟時間賽跑的賽局 那跟時間賽跑的話 那事實上對比較有利的 當然是站在北韓這一方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對於川普總統來講 他還是有這個選舉的歷程 而且他最多最多也是只能做8年 那如果說北韓還是以脫代變 而慢慢的來做一些改變的話 那事實上是沒有辦法 在他的任內解決這個問題 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對於北韓來講 他現在所採用的這個談判的戰術 的確也是用這種方式 他並不急著一次把所有東西都掏出來 同時他也會在這個討論過程中 先對於對方提出一些要求 希望對方達到一些承諾之後 他才要做下一個步驟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所要提出的當然就是解除經濟的 這個聯合國的經濟制裁 放鬆放寬 然後或者是說進行有條件的 能夠對於北韓的這些人道的救援補助 還有對於這個北韓的這一個外交關係 外交地位給予更高更重更大的承諾 那但是這些對於 這一個以美國為首的這個國家來講的話 都不是這麼願意馬上就給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北韓 的確是把時間當成他們的武器之一來進行談判 所以你說最新的消息說 北韓說願意美國派人來實地觀察 他報廢這個封吸裡的核實驗場 甚至可能再擴大到他的火箭引擎的實驗場 你覺得這都是表面的不是真正的 我覺得現在要看這一個韓半島是否有進展 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在於說 過去北韓已經做了很多次類似的事情 是不是有哪一些東西是過去北韓未曾做過的 至少到目前為止 北韓所願意所承諾的東西 都是過去曾經都做過的 不管是你去這個官員進去看 或者是說進去報廢這個合廠 或者什麼這些東西其實以前都有過 而且到目前為止簽的這些協議協定 跟過去的差異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險見的就是北韓到目前為止 並還沒有一個完全的改變 那但是跟過去在這個金正恩的父親 金正日在他過世之前的一些很強硬的態度 比較起來現在金正恩的轉換是比較大的 所以大家對於他的期待性也比較高 而且也希望說他能夠真的有一些改變 所以可能會在一個基於鼓勵的立場之上 現在對於他所提出來的這些東西都給予非常正面的肯定 但是如果我們長期觀察這個韓半島的這個 從1992年開始 1994年開始的這個核的問題 我們會發現北韓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做出一個很重大的讓步或者是改變 我最後問一個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完全廢核到這個開始廢核 中間大家接受一個折衷點 這個折衷點會在哪裡 然後我的問題其實是日本方面他們比較關切的 會不會說美國就接受了北韓把長程彈道飛彈這個計畫廢掉了 不會威脅到美國 美國就滿意了至於你是不是還保留你的核武能力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對於周邊國家的影響還是太大了 我覺得這個議題還有跟另外一個議題可以一起來考慮的 也就是說駐韓駐日的美軍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我們如果說看到這個韓半島的局勢有這樣的變化 而北韓有所改變了之後呢 其實很多人就會在問說駐韓美軍的重要性 以及它的地位到底在哪裡 那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一起拿下來看的話 那即便是這個北韓改變了它還保留它的核主力 但是它美國可能有做這個承諾 但美國也可以順勢把所謂的駐日駐韓美軍原地留置 甚至說更加派駐更更先進的部隊 或是加入更多先進的武器到這邊來做一個 來做這個區域安全的維護 那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這個議題呢 並不是只是單純圍繞著去核這個問題 它還有包括著說在其後東北亞的安全 如何來保障 以及美國在於亞洲的勢力 要如何來發揮它的影響力 那這都跟駐韓美軍 以及這個韓半島上面的去核化 非核化的問題有關 好我們等一下我們繼續跟董主任來談的 就是這個事情當然最直接的影響會是南韓 南韓對上次文在寅總統去回來以後 反應是非常正面的 但是這正面我們要怎麼樣來解讀 還有就是中國大陸在這個韓半島的情勢裡面 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現在目前的大陸對於北韓的真正的想法在哪裡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